Hello,大家好,我是政君 真的很久沒有拍片給大家 合指一算,我差不多有五個月沒有拍片給大家 先說不好意思,有時出去潛水盡到Diver 他們都有問我,政君,為何這麼久沒有拍片 這段時間真的有些忙碌和原因令我拍不到片 亦都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何會這樣 其實一開始早排的時候 我幫麵包台拍了12集《娛樂無窮》的第二季 這次是和霸氣窮遊的Cheryl 跟大家分享一些外地潛水的心得 那段時間之後,我亦都很忙於教潛水 亦都接了幾個水下攝影的job 所以真的沒有空拍片給大家 加上我拖延症發作 令我拖到現在才可以拍片給大家 正式進入主題前,先買個廣告 我前面的就是Keep Diving 2021的月曆 就是今年小弟推出的月曆 為何會選擇出月曆呢? 就是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不能出席 希望大家可以放個月曆在你的工作台或辦公室 令大家可以喚醒一些潛水源的記憶 裡面精選了我過往的作品 希望提醒大家在2021年可以繼續Keep Diving 每份只是88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隨時PM我 我會寄給你 我們正式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認識水下攝影的中性浮力 為什麼會說中性浮力呢? 其實因為在水下攝影 無論你的水下攝影技巧有多高超 如果你的中性浮力不好,你什麼都拍不到 尤其是拍影片 舉個例子,你有一個鏡頭很想拍 但你的中性浮力做得不好 你完全控制不到自己在水下的位置 無論你的拍攝技巧有多高超 你都拍不到你想要拍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水下攝影的中性浮力是應該怎麼處理的呢? 我先分享了基本的中性浮力 如果大家學OW或者AOW 你認知的中性浮力最簡單就是 在BCD沖一點氣 吸氣就會上升,呼氣就會下沉 AOW的時候就會再講多一點 就是關於圓的分布 或者你應該怎樣去控制你自己在水下的身體的位置 這類型的東西是絕對有得著的 Open Water和AOW的課程 這些中性浮力就大家問自己的教練 我也不多說了 我今天主要著重的內容 就是跟大家分享水下攝影的中性浮力 究竟水下攝影的中性浮力 和你平時潛水的中性浮力有什麼分別呢? 我再次講 在香港普遍大家很多時候都是拍Macro拍微距的 拍微距的時候 如果你預計到你當時的dive site 是一個沙地或者可以趴在那裡 去放著相機進行拍攝的dive site的話 我絕對建議大家是overweight少許的 舉個例子你平時揹8磅圓的 我會推薦你揹10磅甚至11磅 為什麼需要去到這麼重圓呢? 主要是如果你有一個平坦的沙地 你可以在那裡慢慢拍攝的話 你會很想去消除你呼吸那種浮力的改變 這個例子很多時候你上Open Water或者AOW都是這樣 吸氣上升,呼氣下沉 如果我進行微距攝影的時候 我每一下吸氣就浮一點,呼氣又沉一點 我拍出來的鏡頭就會很搖 我會上下搖得很緊要 加上自己的手也不會很平坦到相機 這個時候我會推薦大家去一些平坦的dive site 你可以趴下或者能夠平坦到自己個人的話 我會推薦大家overweight少許的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消除了吸氣上升,呼氣下沉的效果 你就真的可以瀑在那裡 純粹是用你的手去控制相機去進行攝影 這就是用微距拍攝 尤其是一些你可以瀑在那裡 或者可以stable到自己的一些位置去進行攝影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做法 但是你說不是 如果我是拍wide angle的 我可能甚至是會drift dive 我需要用一些游動的鏡頭的時候 我會推薦大家overweight一磅元或兩磅元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是因為當你要進行一個 這個例子,你要neutral buoyancy 去拍攝鏡頭 你不會想鏡頭搖得那麼緊要 如果你的中性浮力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我反而會推薦大家 你可以用中性浮力再沉一點 踢一點蛙鞋 令到你自己的鏡頭stable 拍攝出來的鏡頭也會穩定 就不會搖晃得太厲害 要不然你拍攝出來的鏡頭太搖晃的時候 看的都會很搖晃的 所以這件事也是想大家注意的一些位置 但是大家要over多少weight 其實是很視乎大家拿著什麼相機 據個例子 如果我拿著一部TG-6 加上它的原裝housing 就算我加上閃光燈 加了一樣加了一樣 其實它的重量都是比較輕的 它始終不會太影響到你的浮力 但你說不是 我拿著Nauticam的housing 是全女合金的 還要加上一個大Doom 拍wide-angle 嘩! 這部東西 拉上手都可能10-20kg 那下到水 就算它減了重 都隨時有5-6kg 的時候 你真的就可以拿回自己原本的圓 你拿著相機的時候 你就會絕對的overweight 這樣你就可以拍出一些 stable 一點的效果 也有人問我 很多時候你拍攝的 你是垂直還是水平 這件事真的很視乎你當時的dive site 環境 舉個例子 如果我下面全部都是珊瑚 而且我想拍一個靠近珊瑚的鏡頭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會選擇水平 我會打低部機 然後向前游 進行一個游動 也可以貼到珊瑚的效果 但你說不是 原來我拍魚群 我要追魚 相對性就會令自己的中性頭 相對性就比較中性 方便我自己在水中游動的時間 就可以去游動 也可以方便去追魚 就可以拍攝出自己想拍攝的鏡頭 如果大家真的想拍攝出比較好的作品 我都推薦大家 拍攝一些比較穩定的鏡頭 因為如果大家當作像去玩一樣 大家自己拿著一部Global 其實相對性的鏡頭 就真的會很搖 你剪接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你各個鏡頭都搖 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怎樣做剪接的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推薦大家 你盡量令到自己拍攝出來的鏡頭 是會穩定一點 這樣你自己在水下拍攝的時候 的姿勢都需要穩定 若不是 你身不穩定 但是機器是穩定的 除非你拿著三軸的穩定器 就下水拍攝 但這些情況真的比較少 除非你用一些很大型的製作 才會需要用到這麼高端的工具 若不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會推薦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用你的中性浮力 去控制到相機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拍攝出一些穩定的效果 希望大家以後潛水拍攝的時候 都可以保持自己的中性浮力 亦都可以視乎不同的情況 改變自己的weight的分佈 甚至改變自己weight的重量 去令到自己拍攝出一些更穩定的鏡頭 當然 如果你在下面片寶山湖的時候 當然要注意自己的蛙蟋的位置 你不要為了拍一張相片或者一條片 而踢爛下面的珊瑚 這件事我絕對不鼓勵 亦都是討厭的 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順暢地拍攝 拍攝出穩定的鏡頭之餘 都可以保護環境 不要踢爛自己的珊瑚 尤其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珊瑚的數量也不是特別多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護我們香港的潛水環境 當你在香港練好這些潛水的拍攝技術之後 當大家開關可以出國的時候 大家可以盡情地拍攝 我今天講水下攝影的中性浮力 到這裡就點到即止了 為什麼會點到即止呢? 就要進入第二個廣告環節 就是小弟即將會在12月12日 就會聯同水下攝影大師Alan Lo 一起開一個水下攝影的分享會 今次的分享會有少少不同 但我先講了sharing的環節 在這個分享會裡面 就會由我先跟大家分享水下攝影的基本知識 之後就會由Alan Lo 分享他在水下攝影拍照的獨門秘笈 之後就會由我講水下攝影拍影片的一些小技巧 希望可以一次過滿足大家三個願望 之後呢 完成sharing之後 就會別開生面 希望跟大家做一個BBQ的party 就可以跟大家深入交流 因為之前開sharing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過來上課 聽完就離開了 很少到聽到大家的問題 或者一些可以深入交流的環節 今次就希望藉著sharing的機會 跟大家可以在BBQ Party上聊天 深入交流大家對水底攝影的一些誤解 或者有些什麼問題 就可以跟大家詳盡地解釋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次sharing加上BBQ Party 就只是550元 大家包食包飲 之後如果大家想喝酒的話 只要extra加多150元 就會有free flow的紅酒白酒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我期待在12月12日就可以見到大家 最後如果大家喜歡我拍攝的影片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like and share 我在完結了這個 娛樂無控器的第二季 和這段時間比較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勤力些拍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終於回復這個拍片的生活 再提多一次 我的月曆只是88元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隨時PM我 如果你想報名我的分享會 想認識多些水下攝影 或者甚至是認識多些diver的朋友 都歡迎你在12月12日 就參加我們兩位水下攝影師的分享會 加上BBQ Party 大家出來認識一下 交朋友 希望這段影片也可以幫到大家 到時就期待12月12日可以見到大家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